是吃一種叫做咖哩的自助餐 自助餐其實就是 A咖哩、B咖哩、C咖哩 就是不同種類的咖哩 然後這裡有一塊餅 那也會有飯 然後你一直吃它就會一直加 那你就會跟它說 不要了不要了 就是 因為這是可以一直吃到飽的 就是一直吃一直吃這樣 然後可是就是 就是賺一次錢而已 所以一開始還沒有吃那種 當地的食物的時候 其實還是一樣在吃那種 炒飯、炒麵其實那邊還是都吃得到 可是就是會跟台灣我們吃的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其實差滿多的 但是後來就比較習慣可以吃那種的東西